4月16号中共发布第八份国防白皮书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 这是中共首次发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 分析认为中共在这次白皮书里 对外除了外交挑衅意味浓厚 对内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要给中国民众塑造一个强军梦 这部最新版的国防白皮书大约一万五千字 这是中共首次发表的专题型国防白皮书 香港苹果日报分析 国防白皮书中的一些数据虽然漏洞百出 但对军队建设目的 任务和未来动向却讲得有条有理 分析还强调 白皮书除点名日本在钓鱼台的行动 对中共造成威胁外 还暗批美国深化亚太军事同盟 扩大军事存在 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也是对中共的威胁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生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白皮书把日本作为中共的假想敌 言辞批评日本在钓鱼台主权争议上 制造麻烦的同时 却不敢直接明确点出美国 不过白皮书是在美国国务卿凯瑞 离开中共以后才发表的 此外白皮书还透露中共陆军机动作战部队 包括18个军团军和部分独立合成作战师 现有85万人 分别隶属于7个军区 海军线有243.5万人 下辖北海、东海和南海三个舰队 空军线有39.8万人 下辖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 7个军区空军和一个空降兵军 但是二炮部队武警兵力没有说明 中共罕见的曝光作战部队的组成目的是什么 中共事务总编武凡认为 中共一个是给国内看 一个是给外国人看 而给中国人看是要表明强军梦 那么让外国 他跟外国人打交道 你不要服侍了我的利益 我手上有那个牌 我要那个航道 我要自己来保护了 他有那么一点味道在里头了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宣扬自己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力量 那是第二回事情 据了解 中共国防白皮书自1998年以来 每两年出一次 在某个特定环境下专门发表的 则代表政府的立场 新唐人记者长春采访报道